娶老婆就要娶老挝的 缅甸的这些女人 娶这些品质又高 财礼又低 又没有要求你有车有房 是吧 你在你周围的话 娶的话随随便便一个女人 最低最低的财礼都是8万8以上 是吧 有些18万 比这些高的人多了去了 主要是还要求有车有房 是吧 像我们这个年纪30来岁的一个男人 哪有那么多钱 哪有那么多能力啊 是吧 哪里有房有车 如果你要求有房有车 那你问问你自己 是吧 你是个二三十岁的女人 那你也有这些吗 是吧 大家出社会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在社会上打拼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啊 去 嗯 老挝啊 缅甸啊 老挝主要是老挝的女人 是吧 这些要求低 真的 啊 品质又高 所以呢 那你喜欢娶老婆啊 最好是到那些娶 你在 你在你周围娶的话 哎 可能你要单身的 要一辈子单身的 打光过你一辈子的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呢 沦络到大龄圣女 他也不会随随便便找个人嫁了啊 他宁愿不嫁 他也要求你有车有房有存款啊 有要要彩礼 要高额的彩礼 但凡你能遇到一个啊 彩礼要八万八以内的 嗯 你都可以娶了啊 但是那种啊 少的很 少之又少的 基本上没有 你看看啊 所以呢 如果你很难娶老婆 我告诉你啊 你你不去找那些的话 你会嗯 单身一辈子啊 打光棍 打到脑